好 现在国民党的总统大选陷入胶着战 立委也陷入苦战 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等等 有五个县市 六个席次 自己都是泛蓝阵营 自己人打自己人 那么最激烈的就是新北市的钟永和选区了 钟永和呢 一个然而的盘面实在够大 那么即使分裂的选 那么也不一定民进党就有机会 五党籍的雷切跟邱佩玲 打着郑南军的旗帜 来挑战国民党的候选人 那么邱佩玲她还特别找来父亲 前台湾省主席邱创幻拍广告 希望能够拉抬选期 选前最后从次 在中和参选 标榜自己是郑南军的 五党籍立委候选人邱佩玲 找来父亲 国民党大佬邱创幻 拍摄竞选广告 希望用柔性诉求打动蓝军铁票 因为同选区 还有国民党提名的张庆忠 父亲讲得非常好 今天很多人都说分裂 事实上完全没有分裂这两个字 我出来只会加大马英九的票 至于是不是会换掉 现在不胜任的立委 我觉得由中和的人民来决定的 不过这无疑让外界认为蓝军内讧 国民党立愿袭次告急 除了新北市 由永和选区的雷倩杠上林德福 中和张庆忠也面临邱佩玲挑战 桃园第六选区 孙大千碰上了胡振普 军事资历完整 又有绿营暗筑 可能吸走眷村铁票 台中刺客郑立文 遭遇亲民党市议员段维宇 瓜分选票 江启臣更惨 有车淑娟因为派系恩怨脱党参选 还有市议员陈青龙 代表亲民党参选 票源大分散 台东则是前县长吴俊丽 脱党参选抢票 北市南港内湖选区 黄珊珊出马 对蔡正元四连霸构成威胁 五线市至少有六个席次 出现蓝军相争的窘境 选民其实是人不是票 也不是蛋糕 切一块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选民不是蛋糕 但蓝色板块分裂到内讧 恐怕是国民党大选之外 不得不头痛的残酷现实 三立新闻宋和报道 最后关头了 我们来看台中西区这边 六个名字有龙的 这些李代表带着龙的对联 要力挺立委候选人